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浪直播间 今天跟大家请到了一位可能很多网友都非常喜欢的帅哥 我们欢迎李威廉 新浪网友大家好 李威廉之前有带新浪做过课吗? 有,其实我这是几乎每一年都会来这边做一个撞访 然后我的博客都在这边写 对,所以可能对很多新浪网友来说非常熟悉 每次来李威廉可能都会带来新的作品或者新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这次来也是带着宣传任务过来的 对,我11月5号就《野蛮女友2》跟重带领演的一部电影会上映 在这部戏里李威廉是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看这部戏的话 会发现我这个角色就跟我以前演的《贵公子》的角色完全不一样 戏里面是演一个宅男 因为原本韩国版的《野蛮女友》也是一样 就是那个男主角 《车台嫌演的那一版》 对,就被女主角欺负 所以《熊带领珠》在戏里面就一直在欺负我 而且欺负还蛮严重的 你想到怎么打法我都被她打了 就第一次演宅男的角色应该是 对,所以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就跟导演沟通 要做一些比较有尸体语言的一些动作 就比较没有自信的动作 可是这个角色虽然她比较胆小 可是她会为了爱牺牲 所以《野蛮女友2》主要也是一个爱情浪漫故事 对,像对于立威廉来说 你演这样一个宅男 难度会跟之前演《贵公子》相比的话 是不是要大很多 其实我觉得 你往这里一坐 你往这里一坐 我感觉你就是一个贵公子 你不用演 但是要演宅男我在想 一个气质这么好的男生怎么去演一个宅男 不要那么大声 听不到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转变是因为 不只是因为我演了贵公子的角色 因为我拍《野蛮女友》的后面 上一部戏是《混混天团》 在戏里面就演一个混混 就是一个流氓的 所以我从一个流氓马上要进主 演一个宅男 那个难度蛮高的 对,可是我觉得已经设计了一些动作 比如说小驼背、咬指甲 还有穿上的衣服 都比较保守的衣服 我觉得已经透露那个角色 所以之前这个也做了一定的功课 宅男的肢体语言学到了 对 像生活中 李维莲是比较宅的一个人吗 其实我也可以算是 因为我平常如果没事 还是会待在家里 然后就做一些小菜 或者看DVD 就比较喜欢在家里待着 对 你会去那个 比如说晚上去月店 或者去 没有,很少很少 就是真的是宅男的生活 对 如果不工作的话 对对对 所以演宅男应该 对了 跟女生在一起的话 你也会是这种容易被欺负的吗 其实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被女朋友欺负 对 多少少会吵架或怎么样很正常 可是被打到戏里面的这种严重性可能比较低 如果在戏里被打的最严重的一场是 有可能是有一场 就是宅男林以为我在用她的洗发精 所以她就一直在拉我的头发 然后其实现在时候真的蛮痛的 对 而且 因为 因为 宅男林她是一个很 大家都会对她感觉是很酷 可是 其实她人蛮会撒娇的 她很贴心 所以她每个动作要打我之前 她会跟我说 不好意思 我先跟你讲 抱歉 可是 因为一开始 她当然不敢用那么大力气 可是因为我也跟她说 没关系 你直接打 不然的话 这样也拍不完 如果生活中女朋友这样动手 可能李渭廉就受不了了 对 不要动到我上医院就好了 所以 提到女主角了 这次合作的对象是 咱们熊男林 对 可能很多人也比较熟悉了 跟熊男林合作的话 你怎么来评价她 原本已经知道她是个名模 所以 我们在现场看到她的时候 其实她跟我高度差不多 她有一米七八这样 我大概一米八 所以 可是 她戏里面一定要穿很高的高跟鞋 所以她已经比我高一头了 所以她眼睛就瞪你 就很大 眼睛很大 我看她我也会害怕 气场很强 对对 合作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两位都是模特出身 是不是合作起来默契度会更高一些 其实我跟她合作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她可能前两部戏也都拍蛮大的戏 所以她也不是一个 不算是个新兴人 对 所以我们默契其实蛮好的 一开始就没问题 而且因为我们剧组里面是香港导演马伟豪 大家都用广东话来沟通 所以我有一点 我的中文也不是非常好的 广东话不太好 对广东话是更听不懂 所以阿灵因为她在香港 待一阵子 所以她也变我的翻译师 帮你翻译 对 这样可能会沟通起来更好一些 对 另外就是在这部戏 《野蛮女友2》 我不知道你们拍了多久 对 其实我们拍了一个多月 在广州拍 然后有花一个多礼拜在韩国 我们去首尔拍 因为我们希望这部戏 还是带一些 因为我是一个韩国的华侨的角色 我们希望能带一些原版的东西进来 因为它基本上原本是一个韩国的剧本 而且我们的编辑真的是 一些野蛮女友的编辑 如果跟原版相比的话 新版会有什么变化 或者不一样的 我相信 希望大家看这部戏 不会去